接着要看的是国际交流的消息 日本明治大学商学部三田钢史博士 特别前来拜访苏澳镇公所和苏澳区渔会 了解苏澳镇及石原市的交流状况 以及台日渔业的纷争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对于东亚近代史相当有研究的日本明治大学三田钢史博士 17日特别前来拜访苏澳镇公所和苏澳区渔会 希望借此进一步促进台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我来苏澳镇的主要目的是 我最尽关心的一个主题是 巴蒋山和台湾东部的交流的情况 所以今天来苏澳镇看看苏澳镇的情况 还有荣幸的拜访苏澳镇的前镇长 听到了苏澳镇和苏澳镇的地节 二十周年的各种各类的活动的准备情况 对此苏澳镇长陈金林表示 今年适逢双方地盟二十周年 石原市长中山益龙委会率团前来参加 冷泉节和正辉启用典礼 刚刚配合到苏澳镇长的时候 我们正位的票选是确定的 我们大概五月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们做成那个local以后 第一个我们就可能放在苏澳镇和苏大门前面 因为右边的是十周年的时候 现在几十七年就放在左边这边 我想可以遥遥相望 同时借由他来参加我们冷泉节的时候 来做一个绝牌的仪式 除了除此之外 为了继续刷征公所 跟石原市的姐妹的感情的交流 我想今年十月 所顺和所顺序主管 和可能地方的农会与会 一名代表我们 共同要做团去到一本 镇长希望透过副法 来促进双方的文化 经济观光产业的交流 并加强两姐妹室之间的友谊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